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好多尿哎 哇 呦哎呦 这就在这吃了就 哦 还有早饭吃啊哇吃饭了哇 金花的早茶其实非常有名 这就吃饭了呀就吃了 做游戏有饭吃了 这节目这么录的 既然摆在你面前我就我就开动了 你开动吧这你你客气啥 咱们这个节目的调性是这样上来就吃对上来吃 以吃为主 对啊最后一期了 好享受的一天来 还有真好吃 哎和面身就好吃 很鲜鱼汤面 油条甜的哦 这个还可以 你第一次来就吃 对第一次来就就 就感受这个好事了吗 我们是经历一计了 他感受这一回 从来没有这样待遇 没关系这节目的不安太多吃饭了 对啊比谁吃了快 会不会就谁吃的菜最多 然后谁待会就有那种 最严格的惩罚 不会 是不会吧那也太狠了吧 我们这节目一般就这几个套路 要么吃完之后就跟你收费 你吃了这道菜是500 你现在得干500的活 吃完之后就欠着呗 欠着呗 反正这这这这这一录完就没了吗 还不上你就还不上 时间久了你咋忘了 你看你看我就说吧 啥意思啊 啊啊啊什么东西 你看你看我就说吧 新还新人就这会 直接开始为下一季找人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都还没走呢 就开始找新人了 少意思啊 把我们换了 你现在老了 长江后来我退前了 他们就下面下一季的人 你们帮人看看 看选哪个选的好 得让也得让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位新人会是谁 大家好啊老师 啊什么东西 啊啊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啊 大家好我是 这是神音 我想什么东西 很开心回家了 我喜欢你 edu 唱得还可以 我有使劲啊 哦救命啊是什么东西 缓 med 能归 哇好清 alguien 清新的 智能的圣月 哦 好 pistach 大家都不妙了 都不妙了 大家 这是几年前 19岁 20岁吧 6年前 刚刚出道的时候吧 这是我第一次上综艺 综艺首秀 长相完全没变 没什么区别吗 怎么可能 我都变这么漂亮了 还没变 这没什么区别 这是昨天的素材吗 难道是 这一期不是有你吗 我记得是这一期 他录节目都不计人的 大喜哥 从来不关注 跟谁举录 我记得 不是有你 还是有一个 什么毕业歌会 之后我跟你一起在一个 他想不起来 饭局上面见到的 那一样 饭局更多的 说到局他想起来了 局 能不能下一个 看下一个我不想看到 这不挺好的吗 电影频道的 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宝贾 这也是高兴了 好爽 宝贾 宝贾 怎么会是宝贾 宝贾 这手很帅 怎么会 钻地上了 宝贾 宝贾 真的不行 要勇于面对自己 告诉你 这个挺好看 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 我刚才 他影响我 没看过 刚才那个 其实特别像那个 有一瞬间 我以为是梁博来了 真是梁博 是不是有点像 那个电影频道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宝贾 宝贾这个笑容也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 有点陌生 陌生吗 不过不要紧 只要是 我额料红了 走进电影院 看天下无贼 就知道我扮演的角色是谁 大宝贾 真是自己不能 不能看自己 宝贾那个时候就这样了 靠着 靠着 看你是吧 我说你可以靠着 我觉得挺不自然 挺不自然 好可爱 是不是说出了现在的牺牲 我原浅在说 我现在挺不自然 现在 你看 现在 连褶皱都是一样的 看 没变吧 没变 更褶了 只不过有点 眉毛现在画的挺整齐了 都是 青春吧 真的从青春 对 是不是从青春过来的 这个哪一年了 这个得有 这个就是前两天的事 前两天 天下无贼是 哪一年 零 零几年 零四年吧 零四年 对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上学 十九年了 零四年 拍的时候才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真正二十年了 十九二十年 真是二十年了 二十年 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 二十一二岁呗 对对 哥你站在四十啊 哈哈哈 为什么要叫财啊弟弟 你这很扎人心啊 你知道吗 扎人心 没有没有 弟弟你以为呢 对 宝贾那个时候已经是影帝了哈 对 你 来这边缩 这边 这边 这一部手画 这谁 平均年龄多大呀 九岁吧 哇 九岁吧 五岁啊 你几岁啊 我十二 你就是那拉个腿的是吧 那是什么平均的啊 这个 这都是在街上跳舞 认识的吗 不是 咱一开始是 有几个小孩练武术 然后 认识了以后 教练 本来骄然武术 然后他会街舞 又骄然街舞 骄然街舞 他本来又会街舞 骄然街舞 我们都没味好 多重 我感觉 小时候不会看过 这一期节目吧 我感觉我看过 从小就这么帅 那个时候不是艺人 那个时候是中国最小的 B-B-Y团体的队长 所以是以舞团的身份被邀请 这个是零八年 零八年是十二三岁吧 就已经当队长了 当了六年了 是吧 小时候吃了 那这个时候 都能做啥动作了都 之前是学武术的 所以什么空翻啊 什么 是吧 空翻了 太厉害 太厉害 年轻是好啊 好啊 但是现在 我觉得你有变化 那这得有变化吧 不是 我觉得现在的变化 就是口音跟那个时候不太一样 小白这是你啊 小白 哥你不认真啊 哥那下面都打名了 真是啊 还不认了 徐明昊 徐明昊三个大字 写上你不认真啊 真的 没看来说那个 光看这小时候来 没注意那个 小时候的口音 东北口音很重 你是沈亚人吗 我是安山 安山的 海城海城 海城 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嘛 所以小的时候就一直是 说话大茶的味 挺好 现在乔茶不也这味吗 吴朝鲁卫大曲 对啊 这哪下上过台时刻的人呢 都是 这个母艺不能丢 你知道吗 肯定不能丢 母艺不能丢 什么时候跟你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队远 然后我 其实也差不多 来更震的 将头发竖成大人模样 实力派演员的路 然后接一部 稀雪鬼 或者 小丑的角色之类的戏 稀雪鬼是 一个很酷的存在 然后他们所有的情绪 都会被放在很多 嗯 然后 我也很 期待那个 七十个人装 摄影师没管你说他 在那调机会 哈哈 是为下一个艺人做准备 是吧 好不尊重 这是啥时候的 媒体才发 这个应该是刚出道的时候 十八还是十九岁 啊 这看着不像十八十九岁啊 这看着更小 像十五十六那种 这个红颜 应该是刚拍完 第一部戏 的时候 当时就想着说要走 实力派 就是可能 对 这个目标非常的远 那你现在的 你的目标梦想实现了吗 我现在还是这个目标跟梦想 虽然被这个现实一步一步 还在努力 磨砺 但是没有放弃 当然 我可以 我相信你 像宝贵学妻 可以 那还是等二十年 我可以 婴儿肥 但但这时候真的好 那个婴儿肥好 很明显 对 挺可爱的 这位小朋友呢 我叫医童 医童 你好 我可以叫我医童 哎呦 实人居然是 居然这也太新了吧 这也太新了 确实是医童 太新 吃两口饭吧 这就是他第一个节 哦 第一个节 手绣刚出道 医童 医童聊聊你刚出道 啥心情 怎么样 嗯 最亲色的出道 就感觉有点像 做梦一样 美梦还是噩梦啊 哈哈哈哈 美梦 美梦 特别好 特别幸福 到 我是Rain 张延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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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维护企业 好名誉 经常跳 讲科学 塑造难关 正是他黑眼神一直很中美 从小就老成 成熟 高一的时候 而且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理发师 然后我去剪头 他说最近工作找到了吗 我说姐我才高一 哈哈哈 你别叫我姐叫我妹妹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我见着真人比你刚出道的时候年轻 哎呦 哥真好对 这要不说是你呢 我以为是周杰伦的 是有点像是有点像 哎呦不是我 他的这个这个怎么显得呢 那个年龄那么大 换了六个装发终于找到 终于找到适合我的装发了 能能突出自己真实年龄啊 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化妆师 哈哈哈哈 这表面就得提起来 对不能盖着 你看张燕祺也是吃了这个盖着的亏 盖着的亏 大家还是得把刘海掀起来 他就是就这么点吗 想看跳舞啊 这就是经过他们公司 曾曾审审审完之后就审出了 他们公司唯一能拿出手 就是这个层审审核这么个 啊张燕祺直拍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位 只差我了是不是 是不是只剩我了 哎只剩你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肯定是那个 来吧杨迪 来吧枪足小善 来吧直接上 直接上 大家好 我是枪足小善杨迪 哈哈哈哈 哎呀这段 都爱我吃了 这这这这这 这这枪足小善 漂亮 来吧直接还原吧 别人是聊聊电话 你是还原秀 你得还原 我那个时候对幽默以后 缺乏看 来行帝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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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冲关十秒 自我介绍两分钟 哈哈哈哈 弟弟 哎 你那个时候才 谈 谈不到刚才你说的那个 妆发的问题 哈哈哈 对 你这个有妆发 就是问他们节目组 你们哪个是化妆师啊 我说给我画的有气色点 两个红大铺子 哈哈 两个红脸蛋 你要求的 我就说可以可以中的 但是没想到是那样的 哈哈哈 我以为是被毒蛇咬了中毒了呢 对吧 而且这个画面确实也是 有点年头了 这是多少年前啊 这个09年 那年才23 太可怕了 好 那我们最后一期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要把职员们都请到舞台上 舞台上 店长来了 佳琳姐 刚才我们看到了 EV俱乐部成员以前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好久都没有看到 过去的自己 刚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为什么把以前那个 尴尬的开心 特别不成熟的那个拿出来看的 显得现在成长很多 因为有过去的自己 才有现在的自己 对 是的 欣然接受过去的往事 看别人的时候挺开心的 对 看别人 看别人的时候很开心 看自己的时候很赦死是吗 那大家能猜到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吗 因为这也是《青春环游记》第四集的最后一集 找回自己原来的自己吗 回到过去 如果在旅行中遇到曾经的自己 我们和过去的自己相遇 和过去的自己相遇 过去还是过去 我们很敏感的 我们很敏感的 过去他不行 过去的自己相遇 那我们今天的朋友挑战按钮 如果每一次需要挑战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按下挑战键 但是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出来挑战 挑战的代价就是 放出七位成员中的一人的以前食品 还有吗 还有 还有 那挑战能为我们的团队获得什么呢 获得时间 获得自己的再一次挑战的机会 咱们年轻的人来挑战 对 一同 你们放个 他使劲放好 你们都随便放好 放昨天的吧 放昨天新入的素材 我们摁过摁扭的所有的成员 都不能再摁了 所以每个人有一次机会 哦 怎么都逃不掉 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和过去的自己见面 所以我们COS的服装 也是大家曾经在新人时期穿的衣服 哇哦 新人时期 大家一会就去换上衣服吧 走吧 走吧 走喽 回到过去喽 好 无声幻记 亚迪贯能电动车 青春一个大环游 有仙子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唱祖小善 我去冲关了 好完全的表演 辛不辛酸 三十七了 你呢 这是我当时打那个拳击比赛时候的造型 来一套 我要看一下你的拳法 打这个数 严谨还打过拳击比赛 一个节目坚持了多少秒 金腰带 没看到腰带的吗 真是有金腰带 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赛的竞争的这种精神 就是我的初心 谁是你的首杀伴将 第一个是我的好兄弟夏之光 我们打完之后再也没见过面了 危险的护山了 第二个是国际友人利路修 打完以后利路修现在回国了吧 回国了 装作老师给我准备这事 就很设备在公园里打太极 或者像古典舞那种 看 这种 累死于这样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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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3年的那时候 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得奖 然后自己就定制了一套 钟晨庄 这个刚才我还以为地产中介呢 这人都忘了 但是这个是原来在爱笑会议师演的 好像第一个作品吧 穿的好像就是这样的衣服 我这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女主角的戏 叫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然后里面是陈小夕 你头发是刚才剪的吗 刚才剪的呀 为了酷子头发都剪了 对刚先剪的 我这个是 之前演的一个角色叫周思月 也是一个校园剧 你们两个不是一个学校的 我是陈希中学 我现在是陈大西 我是深海中学的 节目组织的好用心 专门这个 我的也是陈希中学 都不知道从哪找来了 书帮 一同 我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综艺 第一期节目穿的衣服 第一期节目穿的衣服 全是两月之前的 对 今天的第一个挑战要开始了 森林合唱团 背后的几位同学就是我们的森林合唱团 森林合唱团挑战规则 一名成员站在合唱团所在区域进行猜歌 其余成员站到距离合唱团十米的区域 唱指定歌曲 现实五分钟 答对实题集算成功 他们把森林中的呐喊直接公放出来了 森林中的呐喊 哇 这个有难度吗 一人一分钟差不多了 那来吧 来吧 站这么远啊 这我是怎么能听不见的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声音一定要大 好 知道吗 知道吗 是他的歌吗 麦可杰 来我们的合唱团 开始演唱吧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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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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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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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丁的演吗 这个好崩溃 一人一分钟差不多了 朋友 朋友 没有没有 朋友一生一起走 朋友 朋友中华界朋友 谁来 哥来 去当面的荣书上 只留在乡村角色田 你这我都踩不住来 你这我在旁边听不来 换的 你来 要换人 神海洋 猛猛 这儿 看我 这儿 看我 看我 给我一杯忘情水 看太阳 看太阳 给我一杯忘情水 猛猛的 猛猛的 给我一杯忘情水 对 对 对 哥明儿 给我一杯忘情水 三个字 哥明儿 一杯忘情水 谁一杯忘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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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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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情水 猜对了 猜对了 他双风云长 他双风云长 这点头算什么 他双风云长 这点头算什么 他双风云长 这点头算什么 他不一定知道这个歌 我觉得 二 二 四四个便 朝廷外骨道鞭 张草画&辗 masculine little the girls 出身 换一首吧 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一个下一个 上氣aro 火要风了 哈哈哈 真的那么难吗 他不肯了 宁� дent 近28 天啊 来来来 风光的 风光的 对我重要 阳光总在风雨后 这怎么一上来以后第二楼自己往上摆 对对 一上来第二拳往上摆我讲 这变调的 风雨后 啊 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又想有情况 哈哈 你说能拆着吗 这听不着了 我就在这儿 我在这儿我都快拆不出来 我看这歌词我就在找是哪一句 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 风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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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孩子 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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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去 我去我去 我去我 我去我乐逍遥 逍遥 逍遥 我愿便藤童话里 你爱咋了这天生 随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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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双手 打开一双手 在那儿是一点听不见吗 听不见 就偶尔他们断的时候能听到一点点声音 有一个太阳 有一个太阳 太阳 光光啊 光光 你能上哪儿是一个 我实力太差了 根本就看不起你们的嘴型 你这是眼神差不是实力差 我 错错了是月 又错错了是我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天天 我们下单是日常 宁静的夏天 你唱了 宁静的夏天 在那儿听一点心不见了 听一点心不见了 不要再念了师傅 不要再念了师傅 师傅别念了别念了 啥也听不清 啥也听不清 最后三十秒 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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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使用手机棍 二二一 快使用手机棍 快使用手机棍 二一 三二一 我时间到 双子结棍 双子结棍 时间到了 算不算了不算了 忘记不了 我刚才还以为第一个是演的 我演 哈哈 原来真的看不清 不是看不清是听不清 听不清也看不清啊 听不清也看不清啊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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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大家答对两道题 判得很好 下次别唱了 你们想要重新挑战的话 就要看大家的初心视频 好的 我们允许两个人去猜 我要上 来这把我猜 好来 那我来吧 来我来第一个 哇 我叫徐明浩 怎么这么嫩呀 哇跳舞怎么那么好看呀 哇 这几岁呀 这个 这个初心视频 这个一五一五年吧 你这么小啊 是呀 怎么长的呀 哇 哇 这个也是 是 出道后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个人的那个 就是类似于自我介绍的一个视频吧 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还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视频 你还记得吗 不容易 网络上到处都是我的黑料 他好像跟唱的大声小声没有关系 你大声也听不到 就是看嘴型而已 张延期 我你 再派个谁 还有没有大场门 来 嗨 嗨 啊 来 你要不要听下我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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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三二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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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谷里都在回荡 就你俩是主力了 来看一下你的来 嗨 嗨 走开点 嗨 嗨 嗨 走开 开 走开 被淘汰了 嗨 嗨 你的你的看一下 嗨 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还没录取 看见没有 来宝哥也想试一试 气成单铁 来加入我们组合 气成单铁 哎哎哎 哈哈哈哈 说不及吧不够长不够长长线条的 带定带定带定 他这淘汰吧还给他带定啥呀 我来啊 我在 我在 还可以 好这个还可以这个好 这个比我刚才那强多了 先带定吧先带定 一堂一堂 哈 他说话喊都没有我们说话声大 还有一位谁 哎这行啊 但他高频容易被他们的高频吃掉 需要一个低音是吧 对得要低音 他是罗姨周 罗姨周吧罗姨周可以 再来一遍 你俩再PK一下 他淘汰的 再给再给一次机会 你大喊苹果苹果 你大喊葡萄葡萄 你就苹果苹果苹果 你就葡萄葡萄 3 2 1 葡萄葡萄 你是苹果 男人是得有时候输一输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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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消耗实力了 她是有点提 嗓声起来 听不懂话 哪一 你是脑是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对啊 我们我们来 上场吧 上场 好嘞 开猜 看不出来 大家保护好嗓子啊 没必要太用力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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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始 五 六 七 早 谁开那连的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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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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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一二三 你这该是 的温柔 恰似你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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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该是 的温柔 对我住了 審柔拿 下一个下一个 哎哎 他没了啊 太阳也太阳 猛猛的 猛猛的 片上的星星在被抖啊 太阳也太阳 猛猛的 啊 江东流啊 片上的星星在被抖啊 他拍出来的就是 小贝来的 三个字 江东流啊 好汉哥 好 好汉 好汉哥 好汉哥 你是我肩边最美的云彩 是我肩边最美的云彩 是我肩边最美的云彩 谁帅民族风 召回家看他 好 他总是 金流霞点换号码 失了这些联盟 哇 穿得那么可以啊 来 你嗓子可以吗 六七 六七 像天空大人的呼喊 说上我爱你 像浪浪的白衣 说上我想你 把你的心我的心 一二一 三 期待着一个幸运 和一个憧憬 这么奇妙 好 别跟女孩聊天了 好 我不会这首肯定很快 三二一 期待着一个幸运 和一个憧憬 和一个憧憬 我们前面的景运 三月 过前面三天 合成的白衣 绿光在哪里 好 绿光在哪里 好 绿光在哪里 好 还有一分钟 好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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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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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酒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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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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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去 十年 十年 yes 哇 时间到了 三哥你耳朵可真好 三哥 三哥 你耳朵真不错呀三哥 你们这玩儿越起劲 他们越 越起劲 你们这个来 肯定过了 恭喜各位 成功了 大家可以去休息了 可以让他们休息了 谢谢 辛苦了 躲一下雨 走 这种森林公园植物多 还是让人心情愉悦 这上面好多 你看 好多鸟 现在环境真好 前面是什么 我刚刚消耗了好多体力 嗓子都哑了 大家一起来喝点 口感鲜甜的月鲜活吧 来 今天是EV俱乐部的收官之旅 一路走来 怎么能忘记我们的好朋友 月鲜活呢 月鲜活鲜甜顺滑的浓浓奶香味 也为这趟旅程增添了不一样的美好回忆 寻找初心之旅 保持初心 坚守本真 非常感谢月鲜活的一路陪伴 大家一起来碰一个杯吧 拜拜 补充一些鲜活的营养吧 好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去做沃尔沃尔了 回到路上 你开档中音 想开档什么中音 很难 我想过好多 我有好多 对望路里有好多 中音的想法 我想整一个叫少女的夏天 然后呢 然后有十个虚拟的IP形象 谁能够把自己的虚拟偶像推到最高位 谁就是最强少女 精不精彩 还想办叫甜蜜战争 两个分手的人 然后 各自找一个这个武功大师 跟着学习武功 然后 因为男生体力强一些 所以可能会有些限制 比如会绑着一只手啊 或者什么 然后会上了一台打 打完之后 两个人 两三百人可以选择是和好 或者是永不和好 你呢 我和朋友说 再弄一个生活类综艺的话 就弄那个 恋爱必做一百件事 和谁去呢 我不用和谁去找素人 然后我们观察 做观察 那节目做上瘾了是吧 对 哇 哈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哇哦 我们要在这里完成两次挑战 耶 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每个人要编一个八拍的动作 舞蹈动作 不能重复都得不一样 可以可以 那咱们就做了交给明浩就行了 他肯定很会编动的 你自己编的你好玩吗 我编的我怎么以头枪地啊 以头枪地 我们先放个音乐来编下舞蹈动作 现在就编好是吧 你找好一个八拍就把它编了 这种是每个人做自己的是吧 不知道是干嘛 反正先编好 肯定是要一起学的 然后一个一个来 编好展示吗 怎么的编好了 一人展示一下自己编的动作呗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有你有你有劲 哈哈哈哈哈哈 你几个八拍 你刚刚大概跳了八个八拍 没有没有没有就八拍 我的就是这样 恭喜 这是什么 给我一走 给我一走 哥们 突然抽手 突然抽手 哎 你你你这个饭不太好麻有点 popping还是什么 你别怕我们了 你这是stopping 我来 5 6 7 12 3 4 5 6 7 8 是滑雪 12345678 好可以 5 6 好难呀你这个不难啊这个什么难呢 好烦的脚 34567 6 6 8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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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这就可以了啊我是这样的啊123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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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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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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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风飘摇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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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浪花里舞蹈 海草 挑战的任务就叫做舞蹈接龙 从第一个人开始做一个动作 第二个人重复他的动作 加上自己的 一直顺着来都不出错 总共三次机会 说了吧 那我这个位置就很不合适 你可以往后去 会跳舞的往后 自信的往后 男的动作自己往后 大家自己想想 我都也还行 记忆一点 老翔哥可以 老翔哥你是在这吗 老翔哥 那咋 啥意思 还往后去 啥意思 你就往前是最好的 要不第二个 不是 他第一个跳一个动作 第二个跳两个动作 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动作 跳呗 就这几个动作了 这几个动作应该没有问题 没问题 开始吧 来 第一位从小八开始 啊 那我是斗鼠第二个 来吧 音乐 啊 哇 五六七走 五六七走 哈哈哈哈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七 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啊完了我看了 把包克布在拍子上了 gris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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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不是这样了 挑战失败 宝哥一跳就说完了忘了 完了忘了 我看宝哥一出手 我就把前面动作全忘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其实记着了 但是突然时间就忘了 第二次从审阅开始 哎怎么了 进不去 进不去 你要去哪去 五六七八 大群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宝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三四五六七八 哈哈哈哈哈哈 挑战失败 哪错了 但好笑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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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顺序是小远 宝哥延祺站过来 可以可以从我错可以 大勋哥可以吗 不想是开启视频呢就 六七八 二三四五六七八 他跳两个八拍 你这真就是俩动作 他就俩 你这真就是俩动作 跳上瘾了是吧 一个八拍不够你跳 不知道这拍子是啥拍子 我不懂 开始一个回忆吧 赢没有这机会 看视频 来 看沈月的 看沈月的吧 沈月看沈月 看沈月 沈月要揍你了 没有 来吧 沈月 非常准确 厉害 谢谢 就是我 其实刚刚踩来的时候 你 哭了掉水灯砖了 为什么 别碰了 你不要 你不要知道 我没看清楚 再看一遍还得 太卡了 我们首先逛一遍吧 允许你激动 但是你激动时候 声音小一点 我要听那 这一两年 也没有想要 自己也拍了这么多作品了 这么长吗导演 我也觉得自己 现在没过半的视频 就一直走得比较坎坷吧 当初 前公司的时候 也没想到 这条路这么难走 但是还好 还好有你们一直背 哈哈 怎么突然 开始 red 眼睫毛粘住了 眼睫毛粘上了 特别自然还 我们不该笑的 非常感谢有你们的 谢谢大家谢谢 可以了吧 谢谢 谢谢 谢谢月的陪伴 ok ok 挺棒的挺棒的 站得很老有一下就是 你这个有点夸张 你的眼睛出问题了 那时候男还是现在男 哪个时候男 好难 别把月月弄哭了 今天没沾眼睛毛吧 没 你为我们赢得了机会 月月感谢你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谢谢 那你重新开始来表演 从美开始 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下一半 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又换动作了 出彩出彩出彩了 他怎么又换动作了 乱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怎么又换动作了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以为这个是换动作 就跳在字节奏里就好了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三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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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6 7 8 2 2 3 4 5 6 7 8 千步运动 1 2 3 4 5 2 3 4 5 6 还是我了 够意思吧 你不管拍子 你要自信的跳 6 7 到你的了 7 8 6 2 3 4 5 6 7 8 这扒完了 还没调的好 宝哥 宝哥节奏有点慢 可以理解 过了 过了 喝两位 我动了 完整的不动 行行行 1 2 3 4 5 6 7 2 2 3 4 5 6 7 1 1 1 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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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的 你最后你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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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 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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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 好 挑战成功 不容易啊兄弟们 久远能过真是太不容易了 了不起 久远就是也没啥毛病 久远你能过去就很不容易啊 刚刚应该还行啊 可以 可以 应该还行 受伤只有我 等了游戏 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挑战 好 然后请大家就位 入庄啦 大家知道3月22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吗 3月22号 3月22号 周杰 我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吧 第一次录的时候 是的 3月22号 是我们第一次录制 也是我们的IF俱乐部成立的那一天 一幅俱乐部 整一步是一步 接下来正式进行剪彩仪式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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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给导演就比个心 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都是跟一些回忆会有一点点关系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些曾经的照片 小杉哥坐在这儿如坐针毡 要不我先回去 来都难了赔一下吧 我赔一下来都难了 你得扇着顿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初心大团结 我们先来试玩一轮 好的 那从我开始咯 请问徐明浩此时想喝的月鲜活鲜牛奶是哪一瓶 三三三三三 对就选三嘛三最大瓶 给他选最大瓶三 我们选三哈 这么好喝的牛奶当然要选最大瓶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 我觉得应该选三 他很喜欢喝 小八最喜欢的 他会选最大瓶 他很喜欢喝月鲜活 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最大瓶 肯定啊 三三三 我们都会选最大瓶三 三三三 你们答案统一了吗 统一了三 小八请摘下耳机 你此时此刻 最想喝的月鲜活鲜牛奶是哪一瓶 那我选择二号 我现在最想喝的就是二号月鲜活A2牛奶 因为A2鲜牛奶的奶源非常珍惜 所以我选择二号 对 他就是最纯正的A2型奶牛 他含有更多的A2β烙蛋白 清和肠胃易吸收 更高端的月鲜活A2鲜牛奶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喝 原来是这样 好嘞 那我们的示范就结束了 好的 谢谢小八 谢谢小八 这样呀 杨迪你上杨迪来 迪哥 来 请戴上耳机 那我们来看 关于杨迪的这道题 最喜欢的扣子是吗 排除六 排除六 最喜欢的 最喜欢他喜欢装造简单的 他喜欢头发好弄的 盗草仁他说他挺喜欢的 盗草仁那天他挺开心的 对 他没有挺开心的 他喜欢谁啊 喜欢那个2 成龙大哥那天不开心吗 对 我跌跌又壮壮 好比冷淘 还记得吗 我一下底 我一下高 他好喜欢2 他好像也说他喜欢假发来着 他喜欢2 2和5 2跟5选一个 对 他喜欢戴假发的肯定是了 2跟5 我们投票吧 他那次大哥在此玩得很嗨 2是吗 不然我们吃饭一下一下跳出来 但玩得有点硬 没有那么开心 我那次是在哪里拍的 在牧场拍的 但迪哥会怎么选 迪哥会怎么选 应该是2 应该是2 2吧 那就2了 同意 同意2 迪哥 肯定是问最喜欢哪个造型 好好回忆一下 每一期录制 首先我肯定选那种装造少的 他喜欢装造简单的 不用做头发 假发一带就好了那种 他喜欢头发好弄的 他好像也说他喜欢假发来着 yes 我说 我们不给你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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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大哥在此 天天有道道 好比浪尚 是不是 我全说中 你说的哪一句话 我们都给你复原了 他喜欢装造简单的 首先我肯定选那种装造少的 他好像也说他喜欢假发来着 不用做头发 假发一带就好了那种 那天吃了好多菜 大哥的菜 下一题我来 装装 哇迪哥头好小 脚盘拉的最大 最讨厌的菜肯定是 最讨厌的菜肯定是 他最后的时候他说他要堵 然后堵完了之后他自己吃了一盘火龙股 所以他肯定会最讨厌那个 哦他吃了好多他吃了好好多 好好好有答有答了六号六号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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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好了吗 可以拿下来了 最不喜欢的很明显啊 回锅肉 开玩笑的 回锅肉肯定排除 就在三五六里边选 反正三五能吃 因为它里边有香蕉能吃 五是真的很难吃 几乎吃不下去 好吃吗 就像香水打倒在火锅里面之后 喝一口火锅汤 六其实只是一般难吃 但我吃了两盘 你要真摇出来个六 今天我自己炫完 最讨厌谁是吧 我选六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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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理由我都已经给你分析的妥妥了 恭喜 确实是六 好 谁来 我来 宝哥 来 我一点不了解他 这个男人 宝哥的路子确实有点难弄 确实难以捉摸 怪路子 宝哥的这要题目是 王宝强 最擅长的游戏 是哪一个 他哪个玩的好啊这个 这得问你们了 他没有一个玩的好 就哪个是 宝哥理解最快的游戏规则 没有 都没有 你们看一下第一个 三个字 每个人说一个 新马牙 牙是他说的 最想去的地方 新 马 牙 牙 许臣三 那好朋友有谁 黄渤 啊 哎呀 呀 你们选吧这题 老板 排除第六 画画不行 我觉得是三吧 是不是三啊 感觉是三 三不行啊 三是这样的 规则特别简单 宝强哥你 你进去唱歌就好了 最擅长 但我觉得宝哥 他有可能会选一个 自己最不擅长 他很喜欢玩水上游戏 他喜欢玩我们 但有一说一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玩金凶呐喊的时候 宝哥一直在叫雪 但他赢的不多 妈妈和尚团吧 这个没 我相信激进中呐喊 因为他那次太自信了 这题我们随意了 随意吧 所以你们统一的答案是 2 可以摘了 可以摘了 可以了 啊 这 这啥情况 王宝强最擅长的游戏 是哪一个 哈哈哈哈 你含糊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个不是三个字吗 这肯定不擅长 擅长错呀 哈哈 花花不行 妈妈合唱团 我唱歌其实还可以 默契接力游戏 人不多 怪我和沈岳有点不给人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你还是尊重你的内心 我我自己内心的 我觉得我的擅长就是 我觉得我的擅长就是 觉得我的擅长就是唱歌 擅长就是唱歌 谁说白 小赵失败了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哎呦 唱早了七早了 这样吗 就是三 后面你们的答案是 三 三 三 好 答对了 对 真的 对 哇 我们没有选三 我说完了 没选三 选了二 哈哈 擅长歌 不是说你喜欢哪个 说的就是我喜欢的 擅长的 好擅长 那我喜欢就是擅长 他连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都没听懂 他连这个游戏都没走 一同去 江一同想要再玩一次的游戏是哪一个 三 三 大马车 他手都放开了 害得很 对 他好喜欢 三 没了 你 我要 我 这个好开心 你看 你们 你们觉得答案是 三 一同 请摘下耳机 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游戏 是你想要再玩一次的游戏 那我就选三 太阳了 肯定是三 大马车 因为你那天 因为你那天太开心了 恭喜答对了 真的很开心 你们来吧 沈月的题目 最喜欢的发型 轻松的 不麻烦的 对 我选三 不喜欢戴假发 他说闷 二排除 一排除 五也闷 按照他平时 喜欢的风格 平时的装造来看的话 他是是四的 三或四 三或四 五呢 五做头发没有 但是闷呢 他那天难受吗 他那天挺开心的 因为我们三个在酒店 对啊挺开心的呀 那就五 他发型跟开不开心 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他那天 发型好就会开心嘛 哪天最开心 做下投票吧 如果沈月选了五 我直接一脚 把他击飞到 那个舞台那边 我真感觉 他有可能会选一 好我期待 我期待着 来 所以你们答案是 三 答案 沈月 你最喜欢的发型是哪个 首先排除古装 然后再排除第二个 好 选好了 五 你来 你找了一种 就我选了五 只有他一个人选了五 我来选了五 就我选了五 好痛 就我选了五 好痛 选了五 好痛 我拉满 一百二十八分之一的缘分 这老五 这五是有发型的吗 五那天早上我做得很精致 我甚至戴了一个眼镜在上面 发型 发型 发型不是造型 我把帽子摘了 就是那个发型 我没改过发型 所以说你其实很喜欢里面那个 是五里边那个发型是吧 上面那个是造型 你里面那个才是发型 谁知道里边有个发型 我给他录了一天 我都不知道他里边有个发型 我来 我去 那你上 陈哲远在节目中 最满意的才艺展示 都是些什么才艺啊 看一下 首先排除一下唱歌 他不喜欢唱歌 三 三 三是啥 三是口三棉花糖 口三棉花糖是才艺吗 对他来说是才艺了 三 三 他自己在表演吗 三 等一下 我觉得他可能会想 喜欢跟小八合作的舞台 我觉得口三棉花糖 因为那次他为了赢 还记得吗 男人可以输 但不能认输 十一颗 赢了 十一颗 我觉得是二 我觉得是二 我也觉得是二 他那天二那天很开心 胜负于右强 我一二就很难选了 你说你 胜负在前面 我谢谢 我觉得是二 但他那天很自信 自信放光芒 但他不是一个完梗的男人 对 他是一个走帅气路线的男人 对 帅的话一二就很难选了 一 一不会的 一比不过二的帅 要不我们还是听一下 浩远集团的吧 最后一集了 也许他们集团内部有默契 一个是浩远集团 一个是老搭档 我觉得他会念着 跟浩远集团合作舞台 要不然我们就赌一下 浩远集团吧 对 赌一把浩远集团吧 看他还记不记得我 好 所以你们的答案是 2 看他是不是这个 万恩负义的男人 就看他是不是 是薄情寡义之人了 来 晓远 你的问题是 你在节目中 最满意的才艺展示是哪一个 别看我们 看自己 别看我 看自己 看自己 我们没有任何提示 遵循你的内心 这题上升到你的人品 补上你这一记 没那么快 哈哈哈哈 3的话 吃那个棉花糖 挺努力的 但是不够满意 是吧 2是跟小八的那个舞 哇 那天 很有回忆 就是 就是 最满意的去1吧 去1吧 那是因为我最满意2 是吗 哈哈哈哈 怎么有个问号呢 1 好 下来 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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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 1是我在这个节目上第一次跳舞 很有激烈意义的 而且还是他 就是他教我 我第一次在节目上跳舞 所以我很满意 他那天 有话不太多 但他也是后远集团 我们 我们再说 一定要选后远集团 那然后 他也是后远集团 第四调比较有意义 行了行了 这回压力来到你这边了 完了 关键局 就剩你了 哎呀 从我开始 那就从我结束吧 没有压力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你刚才上去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哈哈 请看题目 请问小八最喜欢的是哪副眼镜 我的天哪 这咋猜啊 这咋猜啊 那肯定第一个 来节目里带的 对啊 他应该会觉得我们会猜第一个 因为我们只见过第一个 对 二三四五六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没见过 对 好 选一 选一 选一来 小八 你最喜欢的眼镜是哪一副 最喜欢的眼镜 他自己都很难挑吧 我都喜欢呀 初心眼镜 初心眼镜啊 我觉得都很初心啊 都很初心啊 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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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呃 肯定来到了这个节目 而且这季也初心吗 我就选一吧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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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问题 耶 恭喜答对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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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破破破破 恭喜大家完成挑战 耶 刚青春鲜活异常 一副俱乐部 走一步 是一步 都来补充一些鲜活营养吧 月鲜活 月鲜活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 希望用鲜牛奶 鲜甜好喝的口感 给大家带来身心愉悦的享受 为大家注入一股鲜活力量 实现自己的鲜活人生 耶 怎么样呢 听完这个 更爱 对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V世界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啊 到了 走吧 走走走走 走走 啊 来吧 我们入座吧 来来来 坐坐 这是什么 我看到了 这是不是咱们是一记录的 这要送给我们的 肯定是录给十年后的自己 录像带里面呢 有很多大家过去的 第一次的瞬间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录像带 是节目里的瞬间吗 第一次的瞬间 你自己的 人生的第一次的瞬间 来 站在擂台上受到争议 是我做rapper的时候 第二次受到争议 就是这个擂台 我靠我这两只手 打出了一条金腰带 谁还想质疑我 厉害厉害 来来来 原浅来来 祝贺你金腰带 拿金腰带啊 哥已经拿很久 现在才知道是不是 哈哈哈 现在才看到也不晚吗 往事不堪挥手 哎你当时去参加那个 拳击节目的时候 你练拳吗 练 因为那个才练的是吧 不我就是喜欢 因为那个节目 是我自己找的 你就想去是不是 那个节目都没邀请我 所以当时就是自己硬要报名 发自己打拳视频给他们看 走打的可以 让我上吧 然后因为正好差了一个人 把我选上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 拳台上就是找不了借口 自己承担自己所有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项运动 我觉得真的 很有勇气 你能上这种去 对 我的初心就是战斗 勇往直前 绝不退后 沈月去放一下 看看沈月的吧 好 沈月的 你昨天一点变化都没有了 你看 真的 天赐了言 你就说瞧不瞧 看来今年全期录取分线又低了 比去年低了五分呢 还好低了这五分 不然我差一分就考不上 真是运气好 这个是针头饭吧 对 针头饭 接着 我喜欢你 我记得这一段 我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你 Maya 被拒绝了 那我再想想办法 这男生怎么这样 什么 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 到民室 要武打片了吗 哇呀 你不打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自带那个缓慢的效果是吧 你也真的辛苦吧 自带 我懂山菜才不是好欺负的 太好了 这一碰 大喘气 两部对你很有意义的作品 这是初心吗 对 不错 有在很好的长大 小美好是 小美好是 年长的一年 一七年 小美好是一七年 一七年 六年 对 什么感觉 青涩 很青涩 因为拍小美好的时候 差不多就算是第一次演戏嘛 然后什么都不懂 在剧组里面 然后拍流行花园的时候 也是第一次接到了 这么大制作的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IP 拍流行花园 是不是直接选的你啊 当时不是直接选 我那时候很多人就还选的 当时是电话说中了 什么心情笑翻天 给朋友打电话 一个一个打电话 哎我面试上吗 宣布这个喜讯 对 一晚上都要打电话 那你朋友真多 能打一晚上 那也没有 我夸张了 咱们两个电话 下一位 那我来吧 来吧 这个转场也太帅了吧 这个转场也太帅了吧 转场太丝毫了 这个明镜了 太帅了吧 一个地板动作就转到演唱会了 你看看 一个地板动作就转到演唱会了 你看看 对 星光不问赶路人 时光不复有信任 日后 我们也会秉持初心不断前进 为做最好的音乐和舞台而努力 谢谢 星光不复赶路人 来一种梦想实现的感觉 好然 好的舞台 我都感觉已经被我遗忘了 但是刚才 又回忆起来了 回忆起来 我觉得帮我剪辑的这位老师 应该是对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关注的 你那时候是什么让你有了想当明星梦 我妈妈其实有培养 因为从小三岁半开始学习武术 然后从五岁开始就是学习声乐 然后快板相声 然后从小就上过很多舞台 也拿过很多奖杯奖状 其实最小的时候是想到 就是我 最后其实才找到了 我最喜欢的BBOY街舞 对 对 所以人还是要有梦想是吧 就是男性实现了 男性就实现了 对 我觉得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梦 对我来说 但是我会更去选择 我接受当下的顺其自然的东西 然后去付诸权力去努力 我觉得我是帮我妈妈圆梦了 所以能走到今天我觉得 比起是我不忘初心 我觉得是应该感谢一直爱我 支持我一路陪伴我的朋友们 对 要不然我去放我的了 好 我的真的是好古早 小飞 这个好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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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我不是全往下架了吗 他我超喜欢这段 哈哈 根据他的反应 这段剧搞笑 说明这个人是有同情心的 不过呢 我的血都不正这样 他都看不出来 证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点低下 以前电视上的疯子确实少 哈哈哈哈 我的这个 初心视频真的很丰富 还是还是很可爱的 你喜欢自己的搞笑吗 他喜欢 我挺喜欢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04年到现在 我其实很感谢 我真的就已经完成梦想了 嗯 因为我就是喜欢当一个搞笑的人 就我觉得搞笑是一个很 棒的事情 好汉哥那个视频 那是我真的第一次录节目 比冲冠还早 而且我一直都是 只要我能录的节目 我都会去涉猎到 不挑节目 抓住机会就上 不要管那个机会是大是小 他未来一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 你只要做了事情 大事小事都会有人看到 有人看到就是你的机会 总有一天你会 朝你想要做的事情上迈进 嗯 以哥一路走来还是很不容易 专业综艺人 这种初心 一同放进去不会是八角龙中的片花吧 哈喽看看一同呢 我们大家要不要来一张大合照 一同 这么生硬的话我就不要了 哈哈哈哈 啊好粗的心 这第一次初心呢 这是我见过最新的初心 初心 就两个月之前 哈哈 哈哈 紧张不 现在回忆得起第一次录的那天的场面不 一同 第一次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小巴车上面 然后第一次见到大家 就第一次见到真人 见到各位 就觉得有点像做梦一样 然后当时也是特别紧张 现在会玩综艺的游戏了还是说 两个月飞速成长 很厉害了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帮我 在照顾我 没事不客气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我觉得我懂 大家能也能陪伴他出道 也希望您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走得越来越远 二十年后的初心视频 都有我们的身影 我们在旁边 对 震动 你从震动 你从震动 先打扫 这就是清环给你的成长记录 好 我来 当天 让你说一个 那村子小会儿不 这个我很爱看当时 要不玩 要不给你唱 我们就像哥伙 离家的孩子 流浪在外面 没有那好衣裳 也没有好严 好不容易找份工作 心情把火赶 心里面烫着泪 脸上流着寒 月儿月呀 月儿月 月儿月呀 月儿月 月月呀 月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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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卡了 怎么不唱了 我唱不错 都得唱 别看唱好听 最真甜 还说她是傻子 就是一个片段就很能打得动人心 所以我刚才看这个 就是上来第一次看的时候 初心就是杀根 所以拍天涯无嘴的时候 就那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真的特别的幸福 然后呀能跟刘德华在一起 跟刘仁英又格优 哇 我能跟在一起拍戏学习 就那种那个幸福感呀 那种美的 看到这一对 其实挺有感触的 其实我想说就是刘仁英跟刘德华 对我一直很照顾 就是戏里边是我的姐姐姐夫 她戏外也是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都守护着我 对我的这种关照 对我这种 包括自己的发展困难的时候 都一直都有联系 都是真情 这么多年过了 录节目也是 可能大家呢 就因为一个节目 大家认识了 但是留下来的 它就是真情 这个东西是无价的 也是非常可贵的 多少年以后 我希望我们还可以在一起 还能再聊天 这个情感永远都在 可以 有什么需要哥哥 在生活中也好 还得什么 能到千万别客气 哥哥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就像我刘仁英姐姐一样 守护着我 帮助我 我也希望我也可以 做一个有哥哥的样子 也希望兄弟姐妹们 都是在各个领域未来好的发展 哎呀 太好了 宝哥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很真诚 真的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所以来这个节目 我妈妈最开心的就是能跟 宝强老师在同一个节目 我妈也是 是吧 对 所以来这个节目我第一件事就是跟宝哥 合照发给我妈妈 宝哥是出印象跟接触下来的印象几乎一样 他的认真劲儿更是让我震撼到 尤其是还愿意录完节目大家复复盘聊一下应该怎么样更好 但是 对游戏规则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很特别 还特别就只说呗就是理解不透呗 哈哈哈哈 是 是 最真挚的黑洞 哈哈 其实我的优点都给了 电影 我的缺点都是在综艺上暴露了 这不是缺点这是可爱的点 说实话几乎 一到玩游戏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内心的紧张 咚咚咚的跳 啊又到玩游戏环境了 确实是黑洞 你怎么看啊 张晏琪是一个跟我想象中差别非常非常大的人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很吵 可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喜欢安静很内敛的人 费哀装衣 他其实是哀人 然后在节目里面不得不呈现出一个很 衣的状态 非常的敬业录节目 也算是我在这个节目里交到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谢谢约约 谢谢 谢谢青蛙妈妈 一同也是进步非常大 刚开始也是害羞妹妹 我对一同印象深刻就是 我叫一同你们可以叫我一同 那一刻我说这个妹妹不简单 哈哈 有点综艺效果哈 哈哈 一同呢我排八角的时候 让他试戏 我从他的眼睛里 哇我突然看到那种真挚感 看到了原来我自己刚出道 傻歌 我觉得你是鱼版的傻歌许三多 哈哈 鱼版许三多 真的 傻歌二号 我觉得妹妹身上有一种 特别可爱的一种倔强感 就是他 嗯 确实很像宝哥 确实很像宝哥 傻歌 就是你们的企业文化 哈哈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非常的鲜明 对 那你要继续笑下去的话 你也有可能被收到旗下 那小八录制节目之前 对小八不是很了解吗 但接触下来发现小八是一个 非常认真的人 他还会研究怎么样玩 还会更出效果 这个是我在别的很多年轻人身上 没有看到的一面 小八 我觉得他是一个 内核 很强大 但是又很柔软的一个人 当他的粉丝 一定也很幸福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很正向的偶像 就是他既可以很耀眼 然后又可以很朴实 很踏实 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我也很开心 说到陈哲远了 对陈哲远的印象 那种拍唐探3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小伙就是挺帅气的 挺阳光的 我还挺喜欢他的 他说想做一个特别有演技 或者被当观众认可的一个演员 就是这种有学艺的心 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成熟 会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走得远 走得越远 陈哲远就是我的老搭档 我觉得他变化真的好大 他以前真的是一个 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的人 你们说了他那些 很搞笑的那一面 以前我是从来没见过 感觉他这两年 就整个人都变得松弛 变柔软了下来 我也会跟别人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以后大家可以多多合作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搭档完之后 你的搭档还会在外面 一直地夸你 就证明你真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好 就是第一次在小巴车上面 问我他的演技怎么样 虽然那是他的任务 我当时迟疑了一下 但我心里是真的想说 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我觉得月月真的是特别可爱 给我第一个印象看 我就好喜欢看她的笑 就像当年很多人喜欢看我的笑 你的笑容就是灿烂 这个亲和力 包括月月的一演戏 尤其是昨天晚上看你的 拿奖的人 那个我是最喜欢的 未来你肯定会拍很多的戏 永远不要忘掉这个处心 月月的话 我觉得算是最亲的一个朋友 在这个节目里 一开始见她的时候 感觉像一个小妹妹 没想到一个年纪跟我一样大 特别贴心 然后情感非常细腻 我觉得日后我们也会是 很好的朋友 我跟沈月一直没有 一个合适的机会 大家聚在一起去玩一玩 聊一聊什么的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 建立了很好的友情 就是这样子 嗯 迪哥是我 喜欢了很多很多年的人 对我来说 迪哥就是我在综艺上的一个贵人 嗯 就是他在我旁边 我就会特别的安心 然后 嗯 然后有一次 曾老师看 记得人气王的那一期吧 嗯 然后就迪哥 有投票的环节 我就问迪哥投给谁了 迪哥就说投给我了 我说为什么投给我呀 迪哥说 本来就应该投给你啊 然后这句话我就 我就记了很久 嗯 就是 因为我跟他之前 也没有特别深地交流过 但是可以被 可以被人 我说不了话了 可以被人就是这样 无条件偏爱 就是我心里会很感动 记了很久 记了很久很久 哎呀 首先我想特别感谢迪哥 因为 可能是前几期的时候 就是 就是前几期的时候 别哭 别拿张纸 嗯 像 一桶咋啦 没有 就是我们 第一期的时候 不是那个 车拍的时候 和吗 然后 你当时就跟我说了很多 你 从第一次陆总益 然后 他跟我讲了很多的心路历程 然后 就是给了我很多鼓励 没事 哎呦 一桶没事 因为大家都是从新人过来的 特别能体会那份紧张 尤其是你进入一个可能 你是对大家最陌生的一个环境 我 那个时候 如果我带入他自己 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能 拯救你 拯救我 照顾我 我会觉得特别放松 所以我就 想要 用这种方式让一桶也感受到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次迪哥给我的鼓励 我才可以就是这么 就是越来越松弛 越来越自然 结果真的 真的觉得迪哥一直在 很用心地做节目 他其实 其实作为一个综艺老人 综艺老人 综艺啊 综艺老人 综艺老人 太好笑了吧 我说的是综艺老人吧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是这些笑的人有问题 你没问题 就突然一下就到了最后一期 就其实想说的话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 不须此行 就是认识大家真的很开心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录这个《青环》到现在的一个感触就是 看我自己原来的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青春就是 欢乐荷尔蒙 不会想太多 就会比较值 我所未惧 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找回青春 然后看到从前的自己 其实人生在旅游当中成长是最快的 而且是最容易拉近距离的 对对对 每次要来录节目的前几天 我就开始很开心了 那我就心里很雀跃 就是要见到大家 对 那现在要离开了 你会很悲伤吗 我是那种不太 不太知道怎么 面对分离 我们在说话了 又哭了 怎么回事啊 月月 白死了 别走了 青春环游戏不是结束了这一期 只是我们缘分的开始 然后不管是录节目还是私下 其实有机会的话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剧就剧 想联系就联系 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任何悲伤 我觉得青春很多时候就是 它不是一件事 是一群人 就你每次回想那个时间的时候 你都想到的是 我跟那一帮人在哪里在干什么 我觉得青春环游戏对于我们来说 肯定就是一个共同的回忆 所以做什么游戏根本就不重要 输赢也不重要 输赢也不重要 小远不在这 他对输赢还是很讲究的 我们现在一起对镜头跟他说 输赢不重要 觉得小远也通过这个节目 在他字典里也有了 输 字 对吧 字典里多了一个字 其实这就生活 给他上了一课 这就是生活 输了比赛 赢了青春 其实说完了就都是过程 对 来 让青春鲜活一场 一幅俱乐部 走一步 一步俱乐部 我们这一次真压主题了 走一步试一步 你每次都不知道 下一步会带给你什么 我们节目组也准备了一个小的礼物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走过去吧 好 好 戴眼罩 还有这一出 最后一次惊喜了 最后一次惊喜了 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现在呢是本期 EVE旅行 如果在旅行中 和过去的自己相遇的最后一关 那么大家想对未来的 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吗 可以大声地喊出来 好 请大家摘下眼罩 EVE不说再见 EVE不许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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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果然有烟火 美好的时光要记录下来 一个场 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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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给我说的一句话 我可以喊一下 愿你 无惧流言 自由自在 来上现在这样 这已经很好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 谢谢 好 好 一场 爱的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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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当下 好好爱自己 希望未来都可以幸福 祝自己天天开心 我正在城楼 好 欢迎 卖一天欢迎 救命啊 怎么了 沈渊 加油 沈渊 加油 杨婷 加油 徐明翰 加油 郑彦 加油 郑一同 加油 郑芳强 加油 丁春桐游记 加油 加油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咱俩哭了 衣服不说再见 下一期再见 拜拜 祝你快乐 祝你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吗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 不要 不要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 我很有意思 OK 都是我们的 走 好吓人 李嘉宁 太吓人了 我会看到 为了团队 你怕吗 我倒不怕 我的人生 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 但你一直在输我 我的这招叫 永无放弃 我们才会有两把 不要情侣让我们放弃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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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谢一下老八 言必行行必果 今天真的有在帮我 八哥还得靠你 还得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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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注意安全 小心 我希望永远也能看到我旁边 保护好幸运 毕业快乐 早上 天长自宁 protocols 今天有自在的世界飞扬 这一路的唱声将爱歌唱 当世界充满爱的力量 爱的信仰 爱的信仰 梦的翅膀 一步去那步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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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一步去那步 走一步 幸福 习惯离别 不说再见 一定要再见 好 啊 跟上没有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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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